Hello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测服的更新公告 首先是一年一度的玩家投票的翻新英雄格兰杰 去年是莫斯卡夫,前年是花虎,今年是格兰杰 总的来说就是后期成长,无限射击的可能 一技能和大招都没有CD了 具体的技能一会儿我们直接去训练营里看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他的改动 诺兰,大招,此前对诺兰的机动性削弱造成的影响较大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视频啊 就是诺兰的一技能和二技能的冷却时间从1.5到1秒削到了2到1秒 现在是多少来着,我看一下,不忘了 从,应该是从2到1削到了2.5到2 虽然是大招补偿了一点CD 实优化了他前后期的伤害变化曲线 大幅提升了前中期伤害,同时小幅削弱后期伤害 二技能点按释放,蓄力释放和蓄力释放的强化伤害 基础伤害都有所增加,然后加成有所降低 这个具体我就不念了 零,在坦克打野出场率逐渐降低后 零重新开始的打野位中占主要地位 我们希望在保留他前期强度前提下 削弱后期伤害能力,物理功能成长从8.25降到6 细细,随着版本更迭 细细开始逐渐不适应当前版本了 应该也是之前是坦克版本嘛 细细打得很舒服,现在不是了 我们将小幅提升前期作战能力 基础物理防御和基础魔法防御都提了5点 然后一技能基础杀也提了5点 战场系统测试 战场机制永续神龟在7月5号到7月6号开放 神龟在8分钟后不会消失 将在整场战斗中持续刷新 但领主出现后将不会再有 河道水流 领主依旧在8分钟时出现 将与神龟处于不同位置 战场机制小河淌水 在7月7日到7月8号开放 河道水流 持续时间延长 并也在领主刷新前 与被击杀也被击杀后也会撑着河道水流 其他为损的二技能设计了全新的直气 第二点 为了改善早期游戏中 打野玩家被队友分走经验的情况 对野区经验及经济进行如下调整 游戏开始后的前两分钟 就只是两分钟生效 几方野区野怪死亡时 如果附近有携带猎杀的英雄 则携带猎杀的英雄获得该野怪的经济和经济收益 这里是独享 就是说帮打野分享 当帮打野打野的友方英雄 是不会再分打野的经验了 也不会分经济了 那就是不会说我路过一个什么中路 帮我打了一下 结果我这个野怪死了 然后我就分不到经验 就到不了四了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持续到前两分钟 好 然后我们进训练营看一下 翻新格兰杰 好了 看下大家的备用技能 宫与琴 格兰杰的猎魔圣器 宫与琴 由魔物能量驱动 只要武器中的魔能未消耗尽 格兰杰就能持续使用技能击杀敌人 武器的出使能量上限为800点 圣枪弓 就是一技能 每秒回复8%的魔能 圣炮琴 就是大招 每秒回复1.5%的魔能 格兰杰击杀野怪小兵或参与击杀敌方英雄会永久提升 供与琴 4.8% 12点魔能上限 就是小兵4点野怪8点 这个杀人或助攻是12点 并立刻回复 3.69%的魔能 格兰杰获得的每1%冷却会转化为2.5%的物理攻击 因为一技能和大招都没有冷却了 所以格兰杰就不需要冷却了 一技能 格兰杰使用弓快速射击10次 每次造成这么多物理伤害 并消耗40点魔能中的 弓中的魔能 也就是说格兰杰 一技能总共 他说一技的时候是800点魔能吗 一颗子弹40点 也就是总共20发 然后对野兵 野怪和小兵有额外增伤 在正式服务应该只有对野怪有额外增伤 那就是他有一定比例可以走精密路了 然后射击期间格兰杰还提升15%的移速 再次按一下按钮可以停止射击 就你比如说10发子弹 结果你5发子弹就把人杀了 那你就可以再按一下吧 关掉如果你不关的话 他也会在射完10发之后自动关闭 二技能就是一个位移 并立刻回复攻15%的魔能 大招 使用琴 这个繁体子是什么呀 反正就是使用大招的远距离开炮 阿民用的敌人造成blahblah的伤害 然后短暂缓速并暴露目标视野 开炮后可以翻滚一下 然后这个大招的这个一发子弹消耗能量是200点 所以在1级的时候 或者说在4级的时候 1级的时候也没有大招 我们直接升到4级 4级的时候 1技能能打20发 也就是两次可以把能量射空 但是因为有自然回复 所以过一会又能射了 然后大招呢 一次是200点 那就是可以连放4发 至少 就空了 不过大招的回能比较缓慢 我记得一技能刚刚说是每秒8% 大招是每秒1.5 所以格兰杰他就是有两管这个魔能条 一条黄色的左边来代表这个1技能的能量 一管是红色的来代表大招能量 说白了就是弹药库 然后这个能量 这个魔能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能量 他是不能够享受紫buff的收益的 其实前期这个弹药还是比较比较吃紧的 然后这时候就是他说的这个被动 每层都会给供与琴提升一点魔能上限 小兵是4层对吧 然后野怪是8层 也就是我自己在侧服打了一把 大概平均能叠到五六百层 如果五六百层按六百层算的话 就是1400 1400 然后一技能是 多少一点 1400的话大招是200一点 大招就从原来的四伐提到了七伐 而且他加的是魔能的上限 然后你消耗的是固定值 然后回复速度是百分比 就是你这个层数越高 你的回复速度就会越快 能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跟竹心一样 你要竹心是可以通过装备来提高你这个蓝量上限 就消耗的是固定值 回复的是百分比 所以上限很重要 那么格兰杰是通过不断的击杀 野怪小兵或者造成助攻来获得这个子弹上限 反正到800层的时候就是翻倍 但是一局到800层还是比较难的 我通常平均一局是五六百 800层可能20多分钟了能到 那理论上的 我多找几个木桩啊 这是三百七十层 这个波波暴不停了 啊现在是600层啊 给大家感受一下600层大概可以放多久 啊600层基本上一技能可以无脑释放四层啊 更别说二技能还能回能量 这个波波波不完了是吧 哎呀就反正可以一直放一呢 然后大招的话也是啊 啊 三 四 五 六 七 啊七发 一千四嘛 然后再过一会就会第八发 因为他又每秒回复 然后因为格兰杰他每次击杀的话 还会直接回复那个 一技能和大招的摩托 哦 每秒回复百分之八 那理论上我们可以测算出在几层的时候一定能就变成无限的 如果你一直在杀人的话你是可以无限因为他杀人又回能 好1600层1600层就是翻三倍了就初始是800点吗加分1600就2400了我们再来试一下 67891010次然后他挥了一下1600基本上无限了因为你还有二级能你还要用二级能可以回能 如果我们把二级能cd考虑进去的话 我们这个五杀我听烦了我们结束吧 反正1600也不至于到无限可能要两三天才能到无限吧 那就这样 反正越往后期这个层数越高他就这个这个这个技能就越多 伤害还是可以的 我把这个子龙升满级大概是就是个脆皮的样子了 哎呀我怎么没打中他呢 哎武刀放完了 终于放完了我们来测试一下伤害啊 你现在这个装备 一发一技能差不多 他还剩一四点再防个大 我还有个天罚利刃把他斩了 如果没有天罚的话应该是两下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繁星格兰杰 我们来给他展示一下新的损的二技能的直气 变成了这个样子 看起来非常的像某种神经突出 反正就四个点告诉你影子的位置 这还是挺方便的 本来之前如果你不是一个损的老玩家 你必须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 现在可以精准告诉你每个影子放在哪里 你就可以去安排一下 比如说 我打个比方 我把这个冷缩给 我还没习惯这个界面 就比如说你在追人的时候 你可以安排一下你的这个影子放在哪里 比如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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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影子在墙 就比如说你在入侵的时候 你本来可能没概念 你这样子过去了 对吧 这个影子在墙里面了 比如说你可以稍微过去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这个影子放在哪里了 然后有的时候损是可以这么放放影子 就是离人比较近的时候 就是这是一个进阶技巧 正常其实我在大多数抓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因为损有的时候不会离人特别远 比如说你在这个距离追人的时候 你放完大然后又回来 其实这个距离是很近的 你有的时候就就逃不走 所以当你和人就离这个距离的时候 这个影子可以中的时候 你可以反向放 然后再过去打一套 再回来 这个距离就会非常的安全 当然前提是你后背的这个影子要碰到他